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平时身体素质欠佳,抵抗力不好的人 稍微早点凉就容易感冒咳嗽 甚至会引发慢性肢气管炎,长期咳喘 那这些长期咳喘的人呢 多数会在夜间或者是早晨 大声的一连串的咳嗽 吐出大量的痰 甚至会在晚上喘息到不能平躺睡觉 只要遇到冷空气就会一个劲的喘 平时这个呼吸声也是呼吱呼吱的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穴位 按摩我们手上的咳喘穴 不管是着凉引起的咳嗽 还是这种长期的慢性咳嗽 都可以经常按揉 止咳平喘帮我们排出体内的陈年老痰 下面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咳喘穴 我们先来找一下咳喘穴的位置 咳喘穴有两个在我们的手掌上 一个呢叫做咳喘穴 一个叫做咳喘心穴 首先来看咳喘穴 它在我们手掌 无名指和小指 止骨缝 止骨缝这里的尖细处 那么我们可以摸到两个骨头中间有一个窝 这个窝呢就是咳喘穴 就在我们指骨缝中间的凹陷处 那么另一个呢就是食指和中指骨缝 尖细中间的这个凹陷处 这里呢叫做咳喘心穴 那么为了区分它们 一个叫咳喘穴 一个叫咳喘心穴 其实它们都是咳喘穴 咳喘穴是两个精外其穴 也就是说呢 它们并不在我们所熟知的这12条正经上面 比如说肺经心经 它并不在这个经过上 但是呢因为它们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呢也被广泛的使用 那顾名思义呢 咳喘穴就是对咳喘有帮助的穴位 对这种急性慢性的咳嗽 都会有不错的效果 所以呢才被命名为咳喘穴 那么我们找到位置之后 可以用拇指的指尖进行按揉 先按揉咳喘穴 再按揉咳喘心穴 这个穴位啊稍微深一点 因为在骨缝当中 那我们要稍微用点力 有些大人或者小孩呢 在咳喘得很厉害的时候 这里会摸到有阴阴的节节 我们把这个节节揉开 咳嗽呢就会得到缓解 特别是一些长期咳嗽的人 会比较明显 或者是按揉起来非常的疼痛 那我们在按揉的时候 可以单独进行按揉 先揉可喘穴 再揉可喘心穴 每个穴位 三分钟左右 三到五分钟 左手和右手是一样的 左右手都要按 也可以两个穴位同时按 当然那我们在给别人进行操作 或者是给孩子按揉的时候 就可以两个穴位同时按 那这样呢更加的省时省力 好在按揉的时候 用我们手指的前端指尖 进行按揉 力度大一点 找到这种酸痛感 这样才能有效的刺激到咳喘穴 发挥到更大的作用 好 右手也是一样 找到咳喘穴和咳喘心穴 每个点呢 各按揉三到五分钟 我们也可以借助家里的一些小工具 点穴笔 棉签 或者是筷子等等 都可以 只要能够刺激到咳喘穴就可以了 按揉的时间不限 我们在咳嗽的时候可以按揉 或者是我们在每天有时间的时候 都可以进行按揉 睡前或者是白天 这个时间是不限的 每次我们只需要每个点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咳嗽虽然是看起来不轻不重 只是一个小毛病 但是呢 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己去买点药来吃一吃 如果不好呢 就会一直拖着 如果这样酒咳不欲 发展为肺炎或者是支气管炎 其实呢 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呢 在出现咳嗽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应对 及时注意 那在饮食方面 也要忌口辛辣刺激的食物 生冷的食物 以及油炸油腻的食物和甜食 尽早掐断咳嗽的苗头 避免呢 拖出大毛病 那今天这个手上的咳喘穴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健康管理师 李晓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 再留言给我 我会在后续的视频当中 继续为大家解答 谢谢大家